怎么又开始看《正案传》了 这不是听说刚要推现一个新政策 生育登记取消结婚现实吗 我复习一下公众剧 巩固一下知识点 说不定以后看任劳的时候用得上的 这就开始不许筹谋了 这几年呀 在专家的带领下 我是一刻不得闲呀 这几年我抢过盐抢过蒜 抢完鸡蛋抢白面 抢酒精抢口罩 抢完大米抢调料 偶尔还得抢点药 这么说吧 除了银行我们抢过 身边上流通了 我基本上抢了个电 盘点山东姑娘高情商 唷科名场面 千斤顶 哟 前女友 在这都能碰到你太巧了吧 在我们家楼下有什么好巧的 还生我气呢 我当时不是想同时 跟你们两个女生交往的 我只是没决定好 你真不是我的备胎 对 我不是你的备胎 我顶多就算是你的千斤顶 也就在你换胎的时候用了一下 你还是这么得力不要人 我现在已经改好了 我现在一个女性朋友都没有了 咱俩还是和好吧 家里鱼塘卖了 这是不打算当海王了 就算你不把我当鱼 也别把我当真瞎呀 怎么着 我是你恋爱路上的陪练呀 还是无聊打发时间用的工具呀 那动心是原罪 动情是死罪 事情是自有余辜 留情那就是罪该万死 像你这样狼心狗肺的 我就算是落枕了 不小心回头看了你一眼 那都是我罪该万死 所以你省省力气吧 别在我面前上演的浪子情深的戏码了 梁芳要到病除 我看她干嘛呀 不是你风格呀 这么美的风景 你能不出去看看 你不在那才叫风景 你在那叫陷阱 我发现你和我在西面场啊 你这智商都提高了 人都变聪明了 我老婆 你现在好像确实对打扮有点不太上心了哈 你身材也不维持了 连面膜都懒得做了 你看你就长小肚子给眼睛玩了 当然了我不是嫌弃你哈 我只是随口一说啊 对我也觉得是 我虚心接受 这个嘛我还知道一个方子 特别管用 药道病除 嗯 什么方法 这样哈 你呢先去给我请两个保姆 一个伺候我 一个伺候孩子 这家伙活呢 我以后就不做了 然后呢 你每个月先给我两万块钱零花钱 不够的话呢你再给我补 然后三天两头的带我去做做 美容呀保养呀 SPA呀什么之类的 对了 一定要给我买国际大牌的护肤皮 这我跟你说这大牌子呀 效果就好 这一年算下来吧 也就十几万块钱吧 这 对对对了还有 一定要让我保持好心情 这样啊 你再去单独给我买一辆车 我想去哪玩就去哪玩 人嘛这心情好了 他皮肤自然就好 你这也太估计了 晚上还用那么多钱呀 你没有这么多钱呀 那怎么办呢 这白嫩的手啊 他基本是不干活的 这好皮肤好身材呢 他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你这点钱都没有啊 我都没嫌你穷 你还嫌我丑 老母鸡上房顶 你算个什么鸟 关于专家 你震着还太冷了 咱要不震着点衣服吧 你摸摸你的兜 比你的脸都还干净 买什么买呀 我今年打算走复古缝 穿去年的 那我呢 你 要不你去垃圾桶捡几身 走混搭缝 这算了 我还是去找去年的措合吧 今年的经济确实不行啊 一年到头是分闭没正啊 我刚开始吧 我也一直以为是今年的经济不太行 直到后来我看见一万多的手机 十几万人的预约 我才发现不是经济不行 是我不行 有人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 说专家建议低收入人群 把控房子租出去收租 开私家车出去拉活来提高收入 但是这控房子和私家车从哪来 专家没说 我问你啊 如果一个盲人打着灯笼走夜路 那他明明看不见 打灯笼有什么用呢 这个言论的专家吧 那指定是觉得 没有控房子 没有私家车 都不配叫做低收入人群 就现在这些专家啊 闲得都快闲出屁来了 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专家 都调到偏远贫困山区去工作几年 体会一下基层 然后再会员单位工作 再发表言论 不然再出这种山羊放了绵羊皮 既又骚气又洋气的这种建议呢 我建议专家 那还是别建议了 再建议的话 我们就建议取消专家 谈古论经 你这古时候那些姑娘 贤良舒德 这么优秀的品质 你是一点都没学会 你没事吧 几个花生米儿啊 把你喝成这样 还贤良舒德 你别笑 你别笑 因为古代 大家闺秀 配的那是书香门第 贤良舒德 许的那是温润如玉 敢问公子你是家财万贯 担得起八胎大叫呀 还是金榜提名 配得上大家闺秀啊 有人 我 我 咱们再聊点现实的 敢问公子你 官拜极品 府邸是几近几处的院子 不捏什么价位的 捏多少俸禄 那就算是没有贤良舒德 那最起码 人家还能三妻四妾吧 要不说梅文化真可怕呢 古代三妻四妾的 都是哪些人呀 要么人是家事显赫 要么呢人是达官显贵 你这样的在古代叫什么呢 草民 壮丁 被抓去当炮灰就捕错了 还在这想着三妻四妾 我告诉你啊 现在这一妻一夫制 最大的受益人 那就是你们男的 就算是妇人榜上的那些 她也只能娶一个老婆 才给你们这些草弥 壮丁 腾出了一定的早午空间 要么哪个女的 不愿意跟一个自己 最中意的呀 就算是我 我宁愿去做我男神的 第一万零一房契 我也不给你 哎呦你妈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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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就是想得想死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他就是想法想死 你不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